今天我們原則上是第四次上課 第三次上課的重點基本上就是 把上個禮拜的那個 就是手機串接號碼的那個範例 做了利用Chargebee幫我們產生這個VBA的制定函數 當然以往要寫一個VBA的程式 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很多同學學了半天最後還是寫出來 但是即便寫出來還是發生很多的錯誤 這個時候如果有Chargebee的話 其實就簡單很多 第一個它可以幫你寫 所以Chargebee能夠幫你寫程式 第二個的話它可以幫你找錯誤 所以你可以請它除錯 如果你程式裡面假設你修改的過程當中發生錯誤的話 沒關係你可以請它幫你找出程式哪個地方有錯誤 我覺得這個地方真的是這個Chargebee的一個很大的一個幫助 因為以往寫程式已經很難了 更難的就是找出錯誤了 所以debug其實真的是在寫程式過程當中最難的 那這一點因為有Chargebee的幫忙 我發現瞬間簡單很多 所以我建議各位可以盡量善用Chargebee幫忙 OK這件事情 那也就是說建議你隨時只要有空的話 盡量可以跟Chargebee對談一下 你可以多問它一些其他的問題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 我們基本上就是利用Chargebee幫我們產生制定函數 就Function 再來的話就是說幫我們產生VBA的SARB程式 這個SARB程式的話最重要 它對應的就是一個按鈕 所以上個禮拜基本上我們又把SARB程式寫出來之後 記得貼到模組裡面應該有印象 然後再產生一個按鈕 那我們最後是做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按下它自動幫我把手機號碼產生 另外一個按鈕是按下自動再把手機號碼清除掉 有人還記得吧 這兩個這個那就是上禮拜的作業 OK那今天的話我們延續上個禮拜的練習 只是換一個OK 所以請各位幫我開啟那個151 如果今天我希望把A欄裡面有刮弧的資料 擷取到B欄的相對應的位置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到這一件事情 那不外乎啦 大概就是幾個方法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可以用公式的方式完成 OK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當然就是可以再把它寫成VBA程式 那怎麼做啦 首先的話呢 當然呢 我們這個在範例裡面其實已經把公式都已經放上去了 我這邊其實只是給各位提示 總共呢 可以完成這一個公式的話需要有三個函數 那第一個函數基本上就是用FINE 那這個FINE函數非常的重要 因為以後喔 如果你要找尋你需要的資料的什麼位置的話 通常會用FINE喔 因為它可能不是在固定位置的話 那你可以用FINE喔 如果說我今天需要找那個錢瓜阿虎的位置的話 有沒有就用FINE 錢瓜阿虎位置 那我只要找到錢瓜阿虎的位置 再配合那個MID函數的話 其實就可以把我後面要抓的資料抓過來了 所以上個禮拜好像跟各位講過啦 基本上就是喔 我們把這個B2到B10這個範例的資料先清 delete掉 OK 那我們重來好了 那首先的話我該怎麼寫 當然我是建議啦 兩種方法 不外乎就是如果你會FINE函數的話 你可以自己試試看 那首先的話當然我是建議你 游標先放在B3 那為什麼放B3呢 因為B2的話呢 這邊沒有刮虎 所以你沒有刮虎 你用FINE最後的結果一定是錯誤 所以我們可以先把游標放B3 然後按下插入函數 插入函數裡面的話呢 找到類別裡面呢 文字類的喔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找到FINE這個函數 那這個FINE函數喔 它底下其實有一些敘述啦 我想慢慢你們習慣一下底下的敘述 它需要有三個參數 就是你要FINE什麼 FINE test應該是你要找什麼東西 那V11的話應該是去哪邊找 那STAR NUMBER從哪邊開始找 OK那我們按確定好了 比如說我要找什麼 找錢瓜糊嘛 所以我在這邊打個錢瓜糊 那因為FINE函數喔 它會自己幫你加前後雙以號 所以你會發現喔 它就是一個文字 錢瓜糊就是把它當文字喔 OK一個字 那V11的話是去哪邊找 去A3裡面幫我找找看 那你會發現喔 它底下就馬上顯示出3 欸什麼意思啊 我找到了在第三個字的位置 OK所以它會告訴你說喔 你這個錢瓜糊是在這一串文字裡面 它排第幾個的意思 OK那STAR NUMBER預設啦 那如果你不加的話 就從頭找 可是如果你今天輸入4的話 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4的話 意思是從第四個字開始找 那你會發現它找不到 OK喔 如果找不到的話呢 它按確定會出現錯誤區 這個我們不要加喔 就從頭找 OK喔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它得到的結果 向上填滿好了 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喔 欸向上填滿 你說好 是為什麼它出現一個 這個奇怪的一個符號 那跟各位想喔 如果緊字號開圖的狀態喔 在Excel裡面指的就是錯誤訊息 欸什麼叫錯誤訊息 就是說它找不到的意思啦 那原則上它的那個公式 這個函數喔 主要是你給它刮糊 它去幫你找 那找一定 那意思就是說一定要有刮糊 可是問題如果你給它的資料裡面 沒刮糊的話 它會跟你講說 你是不是給我錯誤的資料 所以這個value喔 指的應該是說 你欸你不是叫我找錢刮糊嗎 可是為什麼裡面沒有錢刮糊呢 所以這個意思是這樣啦 OK 那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沒有的話那怎麼辦 那你就不要管它啦 所以如果你不要管它的話 如果你要把這個錯誤訊息過濾掉的話 那你可以用一個 一個函數叫ifl 不過這個在做ifl之前喔 我們可能會先需要做第二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就是 欸我要把第三屆冠軍切出來 欸怎麼樣可以把第三屆冠軍的資料取出來 當然我們前面有講過喔 如果你要取資料喔 從左邊算的話用net 從右邊是right 那中間就是mid OK 所以這個應該可以拆得出來嘛 用mid嘛 欸可是問題喔 我們一樣在b3裡面做喔 那怎麼樣切 那一樣喔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在b3剛剛這個fine 前掛回3喔 那你把公式剪下來 不要不包含等號對不對喔 然後再插入第二個公式 第二個函數 那我們就用mid啦 OK那mid的話呢 看一下喔 mid 好他一樣會問你三個問題 欸第一個問題說 欸請問一下你要切的那個文字在哪 文字就這個啦 所以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就是a3 就是呢 請你幫我喔 把那個a3這裡面的字喔 取出前瓜糊的這個資料 那前瓜糊的資料的話呢 當然呢 第二個問題問你說 那請問一下這麼多字喔 那你要從哪個字開始取啊 那你要從哪個字開始取啊 所以因為mid是從中間取啊 所以我跟他講說 把剛剛的fine函數的結果貼上 他會得到3 欸可是如果你請他從第三個字開始取資料的話 他會包含前瓜糊喔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包含前瓜糊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加1就可以了 那意思說呢 我要從前瓜糊的下一個字幫我取資料 他會得到什麼 從d開始 如果你沒有加1 他從瓜糊開始 不行 所以記得要加1 那最後一個參數是要幾個字 因為我們有5個字 所以你當然 目前喔 你輸入5是可以 他會得到第三屆冠軍 可是問題來了喔 如果你按確定喔 他如果向下填滿 嗯 他會出錯 為什麼 因為你說老師 不是所有的資料都5個字啦 那如果全部都5個字還好辦 可是如果有些5個 有些4個 有些3個 有沒有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變成你要多一個動作 就是你要去算一下 到底你的那個瓜糊裡面有幾個字 那問題來了 那我怎麼知道前瓜糊跟這個瓜糊之間 到底有幾個字喔 那其實有個簡單的一個方法啦 我想到的 其實這個應該也不難 就是我再去找後瓜糊的位置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假設啦 以這樣的推理喔 算一下啦 應該這個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所以如果你假設用fine 後瓜糊 他會得到第九個字 那如果你fine前瓜糊的話呢 那會得到第三個字 所以這邊就可以產生一個規則 如果你把九 減掉三的話 假設這個減這個 那得到六 那你說你有幾個字 你有五個字 那所以呢 你就把這個六再怎樣 再減一不就好了 那這個公式如果OK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我要的答案了 不過啦 大部分同學會一直問說 老師為什麼要減一啦 其實我的想法是 你如果說呢 你要取得的資料 應該是從第四個字開始 有沒有 可是我從第三個字 那等於是說呢 你在九 應該是九減四才對 可是你現在九減三 那等於少減一個啦 OK 所以你要變成你要多減一啦 這個意思啦OK 好 那所以呢 我如果要滿足剛剛的敘述的話 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把剛剛fine前刮弧 這一個公式再貼一次 有沒有 那把這個刮弧裡面的前刮弧 先改成後刮弧 你會發現得到九 再減掉什麼呢 再貼一次 所以你會發現喔 剛剛fine的公式喔 會變成要貼一次 兩次 三次 OK有沒有 再貼一次的話 就是前刮弧了 這個不改 前面這個要改 把後刮弧 減掉前刮弧 再多減一的話 好 理論上應該就成功了 OK 不過這個公式已經算滿長的啦 但是基本上喔 公式裡面很多是用貼的 有沒有 貼一次兩次三次 改這個後刮弧 按確定 好 那理論上呢 向上填滿 這個還是錯啦 向下填滿 嗯 理論上應該都對啦 有沒有 這個是首次參賽 沒錯 這個是團體組 應該沒錯 所以你要幾個字喔 他就會自動幫你取得 不確定長度的一個 一個刮弧內的資料了 那就簡單的啦 OK 那 最後的話 還有一個問題 你說老師不對啊 這個頸 value 看起來有點礙眼耶 有沒有辦法幫我把它消掉啦 但如果 以前 我記得好像很多人 不管他 反正就放著 可是放著看起來 就覺得不太舒服 怎麼辦呢 以前就有同學說 老師我知道 我就delete掉就好了 問題 如果你假設 你這邊一直有三個 還可以 可是如果這邊有三百個 那你其實不是 慢慢delete到什麼時候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是請你把游標放在B2 最後再做一個ifl 所以怎麼做喔 接下來再做第三個 把這一串公式 記得是B2 不包含等號減下來 然後再插入第三個函數 叫做ifl ifl ifl的話呢 是在邏輯裡面 所以請你把類別 改為邏輯 那邏輯裡面 你可以看到第四個 if 如果 l的話呢 就是錯誤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那你要做什麼 OK 不過這個l應該是 是唸er 沒錯啦 你可以查一下 不過一般 很多人是把它唸成什麼error 我最早好像就聽到同事都講error 我想 後來我查一下 應該是er 你們 OK 所以我們還是 用標準的唸法 OK 不然的話 有些人 就是不太習慣 好不好 記得喔 這個叫ifl OK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然後呢 你就把剛剛的公式再貼到value 讓它判斷一下 這個有沒有出錯 如果它出錯的話 做什麼呢 就是把裡面的錯誤訊息 去除掉 清除掉的意思 也就如果它是這種狀態 紅色字的話 清除記得吧 兩個雙頁號就清除 所以在第二個參數裡面 valueifl的話 如果是請字號開頭的錯誤訊息 那我應該做什麼呢 那我就把錯誤訊息 把它去掉 OK 好 這樣應該完成了 按確定 然後你把它向下填滿 OK 好 這個公式呢 就完成了 其實蠻長的啦 但其實我跟各位講 未來你公 就是遇到了這種複雜 比這個還更複雜的應用 還真的比比皆是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能夠很流暢的 使用函數 組合一個正確的公式的話 你要把問題解決 還真的有點困難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主要是利用fine 先用fine 再利用mid 再利用ifl OK 試試看 看看能不能把它 很順暢的把它做出來 如果不行的話 我是建議你多練習幾遍吧 OK 試試看 謝謝